Hello大家好,欢迎新老朋友来到小悠AI技术学堂 那就在2月16日凌晨 OpenAI发布了一个名为SOLAR的一个视频生成模型 这个是视频生成模型非常的厉害 那么可以说,SOLAR的话可以模拟真实世界的一个运动方式 根据一个提示词呢,生成长达一分钟的一个视频 而且还能保证一个画质和连续性 那么以下视频呢,均由该模型生成 未经过一个后期的编辑和修改 就是一次性生成出来的一个效果 在这个视频当中呢,我们能看到它下面的一个描述词 那这就是生成出来的一个效果 一个漂亮的女人和一个背景的一个运动都非常的自然 非常的流畅 无论是光影效果还是面部的一个细节刻画 都可以秒杀市场上很多的一些视频生成模型 可以看这个脸部非常的清晰 还有这个第二段视频 它模拟了雪地上奔跑的一个梦马像 它的一个运动轨迹呢,和雪花上扬的效果 非常的出色,非常的自然 如果不说,没有人知道这个是AI生成出来的 这个第三段视频呢,它包含了一个电影的风格 有一个大片的一个效果 35毫米的一个胶片 提示词呢,生成了一段电影短视频的一个效果 那么如果没有这里的一个提示词,这些观众几乎是看不出来 这个是由AI合成的一个短视频 效果非常的逼真 第四个视频呢,是由无人机拍摄的一个海浪 拍打一个悬崖的一个风景 这段视频呢,它是完美的 复刻了一个浪花的一个运动方式 也是非常的逼真,非常的自然 那这个视频呢,它是一个3D风格的一个卡通视频 除了这个蜡烛在这里看起来 效果无法正常的显示啊 整体的一个画面呢,堪比迪士尼一个动画 这个动物呢,是相当的逼真 那这里可以看到 Segar呢,它还可以生成一个高清素贫的一个短视频 这个呢,就是一个维多利亚观戈的一个特写镜头 可以清晰地看到它的每一皮羽毛 还有鸟类在自然界的一个转身的一个动作 包括眼睛这些细节啊 这个视频呢,已经达到了一个真实拍摄的一个效果 但是呢,它却是用文本生成出来的 这下面是它的一个提示词 那么Segar呢,不仅能模拟自然界的一些动作呢 它还能生成现实生活中呢 不存在的一些东西 比如说像这个视频 在一个咖啡杯里面 有两手行驶的一个玩具海盗船 或者说这一个 坐在云端读书的一个年轻男孩子 可以看到啊,这是坐在云端的 只要你的想象够丰富 那么你就能生成出来一个高清的一个视频 那么以上视频的一个分辨率呢 都是在1080啊,这些画质的一个清晰度和流畅度呢 简直就是无可挑剔 那么OpenAI呢,还表示 Segar呢,它正在进行一个内部风险评测 而且邀请了一些艺术家电影制作者 来使用这个模型啊,并且使用之后呢 提出一些相关的一些建议和反馈 那么可以想象的到 Segar呢,它其实没有去和市面上这些视频生成工具呢 去竞争 它的目标呢,是创建富有想象力的一个内容 颠覆一个传统的一个电影产业 那么这一段视频呢,模拟了一个加州淘金热时期的一个场景啊 它无论是一个画面的一个历史感 还是细节呢,都达到了一个电影级的一个水平 那这个视频呢,更是非常的有创意啊 一个在玻璃球里面呢,布置家庭影院的玩具人啊 这是一个玻璃球 而且动作可以看到,非常的流畅 这一段视频呢,表述了一个年轻女性的一个眨眼 动作由70毫米胶片拍摄的 大家可以看一下人物瞳孔中的一个特效 那这一段视频呢,就是一个跳舞的卡通袋鼠 无论是从动作方面,还是从表情方面 都非常的流畅 还有一个市场上,很多人在这里聊天 还有这个,一个小熊 这些小熊呢,在桌面上跳来跳去 那么这一段视频呢,描述了展示厅中的一个彩色电视机 正在播放不同的一个类型的节目 我们可以看到 大部分的电视呢,都在同时播放 而且显示的内容都不相同 非常的清晰 那同时呢,它还可以生成一个复杂的一个 多人物的一个场景图 可以看一下,在这个场景里面出现了很多的人 这个模型真的相当的厉害啊 它能够完全理解提示词 模拟人物或物体 在真实世界的一个运动方式 例如这一段视频 这一段呢,是动画描述了 婆罗洲的一个野生鸟类 无论是从这个河流 还是这些鸟的动作 都显得非常的自然 除此以外呢,所有的段来还可以 模拟不同的一个视角 比如说这个视频 那它生成了第一人称的四角的博物馆 游览视频 或者模拟这个植物 从生长到开花的一个过程 效果也是非常的逼真 非常的自然 还有这一段视频 它里面呢,有三只金毛犬 在雪地里面玩耍的一个画面 体现了Solar对多角色生成的一个 控制能力 但是呢,OpenAI也表示 Solar并不是一个完美的模型 例如这一段提示词 描述了一个篮球呢 在入网后的一个爆炸效果 但是呢,它出现了空间混淆的一个情况 没有达到想要的一个效果 那么作为全球最知名的人工智能企业 OpenAI呢,非常重视模型的一个安全性 那Solar呢,在正式发布之前呢 还会经过对抗性的一个测试 那么并且加入用于标注人工智能生成类型的一个标签 除此之外呢,OpenAI还会过滤一些不安全的文本提示 避免生成违反政策的一个内容 总之呢,它在发布该模型之前呢 OpenAI肯定会优先考虑它的一个安全性 要让大家用的放心 那这里呢,我也用同样的描述词 去和其他的视频生成工具呢,做出了一个对比 例如这一个,就是在一个离红灯下面追逐玩耍的一个小狗 这里呢,我就用汪蔚来尝试生成了一个 同样都是在离红灯下玩耍的小狗 相比之下呢,这个是汪蔚生成的 那这个呢,是Solar生成的 这个效果呢,那么Solar呢 对提示词的理解呢更为深刻一些 那深处呢,运动画面呢 也更加接近一个真实的世界 这里呢,我又尝试了一组啊 用了这个提示词 一个在花园中奔跑的一个小猫 这个呢,是Solar生成出来的 那这个呢,是我用PIKA生成出来的 Solar呢,它生成的这个视频呢 可以看到是一个30秒的时间 而PIKA呢,它只有3秒钟 那么效果呢,也是一眼就能看得出来 那这个呢,更接近真实的一个图像 而PIKA生成出来的呢,带一点卡通 最后呢,我还测试了一个 我用这个Pexibus生成的一段视频 那么就是一个沉没在海底的一个纽约 类似一个亚特兰蒂斯的一个视频 那这个呢,可以看到是Pexibus生成出来的一个效果 那这个呢,是Solar生成出来的一个效果 一眼就能看出来 那很明显呢,Solar呢,对提示词的理解和想象力呢 更符合我们的一个预期 而这个就是Pexibus生成出来的 它好像无法理解我们给它的一个提示词 生成出来的那个视频质量呢,也是非常的一般 所以说在和其他的一个视频生成工具 相比较的一个情况下呢 Solar呢,可以说是已经完全胜过市面上一些 视频生成工具 看到这里很多小伙伴是不是忍不住想要 赶紧去尝试一下这个APP 那么该模型呢,在推出的时间 现在呢,还是一个未知数 直接还不确定 如果大家想要了解的话 可以点击下面的一个链接 我会把链接放在描述栏 大家可以去查看更多的一个视频 那么除了这些之外呢 奥特曼呢,他也在自己的推特账号下面呢 发布了很多有趣的视频 大家可以去点击观看 根据之前的一个报道显示 奥特曼呢,他正在寻找一个 正在找一个数万亿元的一个融资 为了提高一个芯片的生产量 和人工智能的一个算力支持 尽管现在呢,SORR呢 他对显卡呢,还没有要求 也还没有公布 那么我们可以从这个SORR生成的视频 可以看得出来 该模型呢,肯定是需要一个巨大的一个算力 家用级的一个显卡呢 不知道,应该是很难运行该模型 感兴趣的朋友呢,可以去了解一下 那今天呢,小鱼的视频呢 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了 喜欢小鱼的记得呢 给小鱼点赞订阅 并分享小鱼的频道 大家如果对AI生成视频感兴趣呢 可以看小鱼的往期视频 小鱼每期视频呢都是 手把手教程 大家都可以去看 那今天的视频呢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我们下期视频 我们下期视频 点击 我们下期视频